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羽球密碼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之前我們有提到GXS GXS這個品牌只要在羽球密碼頻道上面出現一定是一個高CP值的產品又要產生了 之前我們有做GXS300型號的球 那這次廠商又寄了一個GXS500型號的球 那這一次在開箱之前我想說我在我的頻道裡面想要交一些新的元素 就是說我在開箱影片之前我都想要做一下我自己的收藏 因為我發現蠻多人對我後面這些收藏還蠻有興趣的 那我可能就會在開箱影片之前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的作品或者是我的玩具收藏給大家 好那這次要分享的是我這一次在過年期間做的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是用羽毛球做的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是我用羽毛球做的一隻龍 對我做的一隻龍 然後它的身體我是用羽毛球串起來 然後用鐵絲把它串在裡面 它其實是可以拿起來的 因為我這邊有做一個磁吸啊 我這邊有做一個磁鐵把它吸住 它是一隻龍 然後它的手跟腳其實都是我用羽球跟圖釘去做結合的 然後它的身體其實也是可以擺動的 可以彎曲跟擺動的 然後下面呢這是一朵雲 然後這一朵雲呢上面呢 欸這朵雲我看一下等一下 這朵雲其實我下面有長一個電磁盒啦 下面一個電磁盒 那其實它是可以發光的 它是有一個發光機構的 對阿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磁鐵讓它去做吸附的動作 吸附 可以把它吸附上去 OK 把它吸附上去它就不會掉下來 然後它其實這個燈呢 這個銅絲燈我覺得其實蠻好用的 它也是可以又做閃爍的狀態 對阿 所以這是我最近 最近做這個龍的作品 對阿 OK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進入這一次的重點 就是這一次GXS500型號的羽球 上次我們介紹過300的型號 這一次我們來介紹的是500的型號 那500型號我們先從外觀的統身來看 這一次呢是以綠色為主 然後呢它的LOGO 還有上面一些型號的樣子 那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有加入一個羽球密碼的QR Code 這個羽球密碼的QR Code呢就是 你只要掃描就會進入到我們的LINE群裡面 那裡面相關購買資訊都在這裡面 可以去掃掃看 好那我們看完統身介紹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桶球的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一樣這一桶球 就是這一次的毛色跟上一次的比的話呢 很明顯這次的毛色真的是比較淺 就是比較我覺得就比較新鮮的感覺 就不會像之前上一桶看起來比較黃 然後這一次的膠水 這一次的膠水呢我覺得它上 我覺得GXS還蠻厲害的是 它的膠水都上得很漂亮 我覺得這樣看得清楚吧 就是它的膠水其實都上得很漂亮 然後也沒有什麼多出來溢出來的殘膠之類的 然後球頭呢看起來都很完整很平整 然後這一次的毛片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就是我覺得看起來的樣子 然後整體 我覺得這一桶 這個球捏起來的感覺啦 我覺得蠻硬的 比上一支那個300那個我就捏起來蠻硬的 因為當然這次價位是比較高的 所以想單而而它的耐用度應該會比上一支還要好 然後再來是它裡面的logo是GXS500的型號 這是500的 OK 跟300的不一樣 300是紅色這支是綠色的 然後我說一下這顆球 我去球場試打的心得啦 在球場試打的心得呢 一開始拿到這顆球的時候 就說這顆球已經跟300一樣 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它的毛是比較白的 然後打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第一個讓我打起來的感覺是 這顆球飛行真的非常的穩定 而且每一顆球拿起來的感覺真的是 都不錯啊 就是感覺它每顆球的品質都蠻穩定的 就是不會說有些球 有時候我們俗稱有些人會偷球啦 就在球桶裡面會放一兩顆 比較沒有那麼耐打 或者是它一打就會晃的那種球啦 那這種球本身我覺得品質是蠻穩定的 然後在打起來的方面呢 每一顆球打起來的時候 飛行穩定是讓我第一印象 再來第二個印象是 我覺得會讓人家比較不習慣的一個點 就是它的球的球體 可能比較沒有像一般的球體那麼重 就是說因為我們本身打AS50啦 所以AS50的球體打起來是非常有球感的 那突然換到這個我會覺得說 有點太輕 就是球體有點太輕 所以我覺得 像我拿這桶是7-6速的啦 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說 你如果想要在球體重點可以打到77速 我覺得可以打到77速 就是77速我覺得比較適合 可能打起來的感覺啦 那可能你本身沒有喜歡打那麼重球體的人 打這種球就蠻適合的 那我必須說這桶球呢 比較適合什麼樣的人打呢 其實之前那桶300我是推薦 初階到中下程度的人打 那這桶球呢 我比較推薦中下到中階 升到中上的人都可以拿來打 那這桶球我覺得比較適合用在 就是一般你去零打 或者是應該你去暢打啦 就是我們台南 暢打好像只有台南有嘛 我記得就是暢打 然後自己帶球去跟人家play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桶球就蠻適合大家 因為這桶球410的話 原價是450啦 450那我們這邊特價是410啦 這桶球410的話 來講的話其實大家都還蠻能接受的價格 那同樣價格的商品來比的話呢 可能是RSL4號 可能會跟他這個比較像啦 但RSL4號就是現在他們有多一顆嘛 那我記得說 這一桶球跟RSL4號打起來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想要試看看RSL品牌以外的球 你可以試看這一桶 我覺得這一桶做得還不錯 然後呢 因為他跟羽球密碼有合作 所以就是說 他本來450所以現在賣410嘛 然後再來呢 你如果加入我們的LINE群 就是QR Code上面這個LINE群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享有一些更特殊的優惠 那至於有什麼優惠的方案呢 我們就加入到LINE群去看記事本 你就知道有什麼優惠了 那如果你對這種球呢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到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點讚 那如果你還想要看我開箱什麼東西呢 就記得留言給我 那開箱之前一樣 我會分享我的收藏 或者是我的作品給大家 期待下次再見囉 掰掰